星期一示范了一个实践的交易心得 星期二又说了关于货币主子的气息 怎样可以影响货币 今天我讲的又是一些你们在所有的 Fake News, Fake Media, 书本上 任何教室上 几乎完全没有的交易心得 讲的是一种交易对象的气势 你当然不是第一次听 因为我讲过很多次 如果你们留意 momentum 稀释不是一个新东西 其实我会交易在技术性分析 一直都清清楚所有这东西 是跟市场人士惯用的 好像RSI, MACD, Fibonacci, 出云入云, Slow Stochastic 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技术性分析 momentum线一直都存在 不过不是那么多人看 不知为什么 我亦周不时在我的技术性分析上 偶尽有提到 因为我是看的 更加是一种 感觉 有时不需要先看 那条momentum线 你都能感觉到 我今天是讲油价 OK 尤加 几乎 完全失去了 气势 我告诉你 失去了momentum 尤加在未来的日子 如果能够维持在30至55 这个波幅之间 已经可以说是万行 我可以告诉你 OK 我断言 能够升破60元的希望 是微乎其微 我不敢 nothing is impossible 这个世界 我不敢说完全没有 但未 乎其微 OK OPEC 成为出产国的 这个Cartel 历史性的成员国 的 Agreement 是 加上去年做出来的 减产同义书 去年12月的 好像是 根本 已经眼见失败过失败 这个已经将近 过了一年的协议书 22个国家 连同 减产每日 180万桶 OK 你们知不知道 给到油价是什么 做了这么久 从去年12月到现在 早已是七月 我告诉你们 好吗 首先 我们千万 别听那些fake news 只是看数据 OK 我们只是看 白纸黑字的数据 数据告诉我们 油价 在去年12月 签读了减产合同同义书 是大约50至53元左右 当时签 来到这个位置 就是因为 他们一直在消息上 放风说 就来会签 再来会签 所以才能够升到 50至53元 最高 是升到57 左右 最低 大概是48元 是在5月 头 的时候 接着到今年5月底 是因为 全OPEC又会在位减产延期 又回升到52元左右 Buy the rumor Sell the fact 永远市场都是这样 所有的 产品都是一样 由签诺延期 很近 开始到现在 又跌回 跌到45、46元 这些价位 减产 这一招 似乎暂时是唯一的一招 已经打了出来 油价竟然不升 还跌 你们怎样看 我真是不知道 你看武俠小说 喬峰 都不可以整天用来用去 都是那招 要航龙有悔的 是不是 对不对 一定被人看穿的 对不对 不要忘记 现在的减产 延续 只不过是 九月 九个月 是延续九个月的 那条合同 是讲到明 即是到时又要继续再打針食药 打什么針食药都未知 而 再减产多些 这个问题 竟然提也没有提 如果减产也不幸 是否要把减产 的数量要增加 提也没有人提 根本不敢提 老实说 因为一早都知道 无 可 立 最吊诡的 根本上 这个减产协议 是一个 似乎有些 空泛 合同 游的输出 大家都知道 管道 经船也好 经什么都好 行云流水 怎样去监管 OK 这个不要说他 我当他监管 有方法 有麦标 有游标 但 有没有黑市交易 有没有出猫的付费 好像没有人研究过 我都希望有一篇文章 让我研究一下 只是 一个俄罗斯 你都已经搞不定 普丁先生 这个是 全世界最难搞得 的一个人 我告诉你 比特朗普更难搞 因为这个人阴沉 知不知 而特朗普 有什么都说出来 还在Tweet 是又说 不是又说 对不对 俄罗斯在今年上半年 通常不是 油价消耗的季节 上半年 下季 不半球 减 便减 没什么大不了 根本上 根本上 都不是季节 但今年下半年 现在开始 现在仍是暑期 接着就到 9月10月开始冬季 11月开始见到雪 通常是 石油消耗最多 减你老尾 对不对 我敢断言 下半年的 减产协议一定 大有问题 这是我看的 OK 亦都是用心理猜读 还有 非石油出产国 的cartel 即不是OPEC的属于 好像 尼比亚 好像 Nigeria 这个 根本上 就不是 减产合同内 的国家 他们还说要增产 说明要增产 对不对 你减产 他争 吹吗 多谢 多谢都没据 你知道吗 多谢都没据 还有 伊拉克也是说 他自从 被美国禁止 被全球禁止 现在出来的时候 他说明要增产 老实说 中东局势 大家都看到 最近沙地和美国 走在一起 连成一线 正式 在酝酿 打沉 那些 不埋堆的 食油出产国 OK 现在是明都明昌 要先拿下 卡塔尔 跟着 就是伊朗 跟着 就是伊拉克 这班人 不埋堆 You are not with me You are fucking against me 所以 中中国势将会重演 1990年 伊拉克侵略 科威特 记不记得 是乱过乱世家人 乱过 彼得暴徒那出 Laurence of Arabia 沙漠 梟雄 我告诉你 你说我话 OK 还有 沙地这个新王子 我已经介绍了给你看 高大威猛英俊 年轻 Muhammad Bin Salman 是低估了 美国的 shell gas Industry 反而去对付 自己中东国家 卡塔尔 伊朗 的天然气 你禁止了天然气 你拿别人的天然气 你都搞不定美国的shell gas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以为搞定了这两个叛徒 就可以使用石油价上升 No 太天真 不怪只要31岁 年轻得志 意气太风法 如卡梅伦和Teresa May 旺的时候 不懂得去思考 事实上 与 美国联线 与虎谋 皮 OK 我昨天和你们说 星期三 今天要留意 美国 石油协会公布的原油库存 OK 十次有九次 这个库存 是比市场 的预测 为多 即是 你减产 他争产 又是 在这个情况下 失油价 你不要说 你跟我说 我都不知道怎样升 有什么理据去升 OK 阿拉伯佬 老实说 有钱有势 太久了 所以 太天真 现在 尤其是听川普的指 川普去完沙地 又去以色列 接着一连串的事情发生 OK 先看到的就是 移动 卡塔尔 还 摆出那些条款 这班中东国家 制裁人之余 条件苛刻到 明知你不会答应 即是 到后来 明知我会移动 明白吗 我出这些条件 一点都没有 少少缘 即是强硬到 要你 不准这个 不准那个 不准这个 不准那个 结果 是荒谬到 不得已 连主权也没有了 如果听你 一个条例 连主权也没有了 即是 一定是 NO 是不是 即是 这场仗 打禁 我告诉你 现在 川普在挑拔离间 搞到他们 四分裂 然后 从中 如来 美国是这样的 经常都 通道去搞事 香港都被他搞到不少 是不是 那么 那么 为什么 他们 会 那么 无知 那么 闻塞 好像我 向我八十多岁的老妈子 解释 互联网怎么用 又好像跟我十二岁的女儿说 经济是这样的 这样的地缘政治 这样的采力 都傻了 我告诉你 油价 升不到 OK 若然看气势 气势虽然美尽 但已经 气若由私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